茅沙士有片無敵以性交轉運 罪名成立 審了二十多天 歐陽國庫九項虛解藉口 促使性交罪名成立 繼續被還押到二十一號判刑 原定上星期裁決 他緊張到血壓飆升和肺炎要送院 昨天一點蒼白的他 真定地聽判詞 一聽到罪成就一度低頭 法官不相信可以用性慾來祈福 形容這些是異端邪教 他說被告為滿足私慾 包裝成鬼神述雪的產品 他罵被告謊話連篇 說自己與女事主性交時 只是施工上身 連射精都不知道是匪夷所思 事發時只有十九歲的事主 是單純、愚昧和好意受人疏擺 以為被告可以幫他改運 和不會有寶寶 才與他性交 並不是出於契爺契女的關係 或是亡年戀 女事主在第五次發事時 已經有所懷疑 所以不相信他會主動要求再做 法官說原先的裁決日 正值是第九次性交的兩周年 或有人是混水摸魚 有人可能說被告是劫數難逃 亦可能是天網灰灰的結果 55歲被告正值是駕泥頭車 老婆和女兒都是教師 他聲稱19歲開始 跟茅山斯鳥伯學法三年 能請齊天大勝、九天元女 和鍾葵等施工上身 又說自己曾幫六個人做過雙修法事 而昨日有多個市民 包括電影導演都到法庭旁聽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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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血 anxiety